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还有第三张 我们看一下 第三张 也是红桃k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这四张都是红桃k 为什么 因为不小心拿着拿错牌了 拿着四张k 第三张也是红桃k 那第四张不用说肯定是红桃k 对不对 不好意思 也是红色的 不过是方块啊 方块啊 刚刚是三张k 对不对 那这个魔术其实我是要把k 变成a 为什么 因为三张k 一张a 底下放在上面轻易的摇晃下摇晃下啊 它就会渲染 为什么 它就把下面的牌也变成了a 是的 你没有看错 没考虑 全部变成a 那你肯定会问我 那k 哪里去了 我只要再轻易的摇一摇 摇一下 你会神奇的发现 好 一 二 三 四 a a 消失不见 只有四张牌 非常经典的 4k 变4a 纯手法 想学进入教学 这边有四张扑克牌 拿出来给观众看 然后呢 我们会做一个翻牌的动作 我们说来 先看一下第一张 这是一张红桃k 对不对 其实我这是做一个三番 看到吗 只翻了三张牌 但是观众不知道 以为我只翻了一张 然后放下去 观众误以为这里是k 然后再做一个双翻 看到吗 其实又是 又是一个a 放下去 一此类推啊 最后肯定是a 对不对 好 放下去的时候 然后你说摇一摇 全部变成a 其实不是啊 其实你在摇的时候 你做一个爱尔姆之类数拍法 我们之前讲过的啊 数一张 再推两张 再把下面的抽出来 看起来就是四张啊 所以看起来就没有看到k 原理就这么简单啊 好 学会的朋友呢 多多关注一下 我小龙 带你往摸通